真的好像不得了了 这要跟我妈说我妈肯定心疼 豆腐都变成肉价钱了 没敢告诉她 妈这个忘办了 妈这啥整啊 早知道 哎呀 那咋办呢 哎呀太后悔了 才想起来 看看还有人来没给你带过来 还有人来没啊 啥这老些人来的你家 我问你老公 我说你问问你给你妈带来 哎呀我的快递好像到了 我收到简讯了 我得赶快去取一取啊 这个也老曲折了 等我回来跟大家讲啊 这个算是送 不算是送我妈妈的礼物 送我家里的礼物吧 你看我这啥到了 哎呀妈呀 这还要问我 能看出来啊 是我多老眼熟的 这何眼熟啊 这个 这个是好使 这个产品 擦地板这个啊 咱家那个原先 有那个 就像那个前串的 还有那个小 那叫什么虫 现在都看不见了 这个是驱虫的地板身前系 因为那天我妈说咱家一楼 那个小蚊床多 然后我就给她寄了一瓶 哎咱家那瓶吗 我咋看不着 你用完了 那瓶给你大姨了 大姨整个狗 整整个屋里边有味 啊那确实 啊那确实 咱家那小Q仔屋里尿尿 那也没味 我就一起 一样都给你买了一瓶 这回 我上回就给我妈寄了一个这个 哎 上回那厨房 那也给你寄了 重油屋那个 对吗 对啊 擦油屋那个 那个你给我大姨了吗 那个我 我自己还用 还用呢 这个就是一个预测的 擦完了正量 一个是预测的 一个是厨房的 房煤这个 其实 我又想说咱家厕所 那个石砖不有点发霉吗 用这咱家厕所是出 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床 多少还是有点发霉 别看那个北方干燥 这个就是跟那喷瓶用的 这个是那蛆虫喷雾 啊 我不合理咱家一楼的话吗 不是这个 这个是 我看这个是洗 洗那个预测的 啊 刷厕所的 这个是厨房的 这个跟这个喷瓶 妈 这是个瓶 往我给你买这个 我不合理咱家一楼 你不说有那个什么 有床 他这个是 七天长效的 有没有 他是一个专利技术 啊 然后的蛆虫 可以长达 这个是一周的时间吗 就是你 假如咱家像那个 你擦不到地 那个沙发底下啥的 啊 像那个 咱家那个院的 那个门口 你就喷一喷啊 你就喷这个就行 拿这个瓶喷 那那这几天喷一五 啊 你看这个 从研发到生产 都是台湾制造的 嗯 嗯 然后不含残痘症 诱发成分 然后这是蛆虫哈 它是植物精油 嗯 嗯 好使 萃取 对行 可以 我放这个产品 省时又省力 哈哈哈 正面 完了 效果还好 对 嗯 妈这地板清洁剂 你在咱家用的时候 你往那个水桶里放多少 我考考 你看你还记住 两瓶盖 对我教我妈的 就放这两瓶盖就行 妈演示一下给大家 这不就这么呢吗 倒两瓶盖 对 看 我有时候还倒多呢 倒两瓶盖 啊 完一擦地淡淡的精油香味 说吗 现在就闻到了 对 哎呀妈这个倒少 哈哈 这又倒多了 行 差不多就行 你看看这个清洁剂 香香的哈 这个吧 也像你家 那个似的 嗯 妈 我那什么 我擦 我擦 嗯 只这样一擦 妈闻到味儿没 爸闻到味儿没 香香的 这个蛆虫就好吃 我这回给你多寄的 一个那个什么蛆虫喷雾 妈你就喷在那个什么 门口就行 哎呦 这毒打的话 真的是我家的爱用产品 现在也是我妈妈家的爱用产品 我估计接下来 是我大姨家的爱用产品 然后我看了一下的话 毒打现在他们已经四周年了 哎呦 四周年的话 我看我哪一年开始用他们家产品的啊 我是2021年的10月11月的时候 收养的小Q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这个找这个地板清洁的这个产品 可以除味道的 因为小Q的话 以前被原主人关在笼子里 他不会定点大小便 所以说他就想尿就尿 想拉就拉 所以说那个时候 刚到我家的时候 就是真的很苦恼 就算是我不停的在擦地板什么的 都会有味道在 但说实话 现在我家 我就算是再龟毛的朋友来我家 他都闻不到说 我们家像有养狗的味道 真的是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的话 他是很不喜欢有宠物的 但在我家的话 就是绝对你闻不到 我养狗了 没有味道 因为我就是用这个地板清洁剂 而且他是驱虫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找到他 可以除味道之外的话 我发现他是驱虫的 然后不是说杀虫 不杀生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是把从 闻到这个味道之后的话 远离开你家这个环境 那我就觉得说 挺好的 然后他们是精油的味道 香茅精油的香气 像现在我的是擦了这一圈地 我们家现在就是弥漫的这种 淡淡的精油的香味 非常高级 真的 完全不是那种刺鼻的 化工的那种味道 那种香气什么的 完全不是那样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看了一下他们家官网 他们家现在四周年 竟有这个活动 注册会员就想500元购物金 然后单笔订单满1300就可以免运 任选两件打95折 三件就打9折 任选四件的话呢 就送那除眉凝胶一罐 那一小罐除眉凝胶 不要小看它 我们家桃园的话 那个厕所是没有这个窗户的 所以说浴室啊什么的 还是有些发霉的地方 用起来太好用了 我把链接呢 放在资讯栏 以及留言区的置顶的部分 给大家去参考 现在还蛮划算的 四周年庆的活动 我跟大家讲就是 我为啥说这次老波折了 我上次记那一罐的时候 就是觉得还挺顺利的 大概几天我看 也得十来天反正就到了 也没有什么太麻烦的事 到了之后的话 我就告诉我妈说到了 我就看那个物流信息嘛 到了 我妈就去取了 就没事 这一次的话 我是从重庆玩的时候 我就是记出来了 因为我是从官网订的嘛 那我先生的话 就是先寄到我家 然后呢 我先生在就是收到货之后的话 拿到那个邮局去帮我寄 因为这种的话 只能寄邮局 你说寄海运的话 你这点量的话 根本不够 海运的话 一寄的话 都需要很大的量 他们才便宜 你要少的量的话 也不划算 然后这一次的话呢 就是一样寄的邮局 我天哪 你看我从重庆回来多久了 今天都多少号了 今天都十六七号了 寄了大概就 这么十多天了 然后呢 我就查物流 一开始查的时候 就说卡在海关那边 我怎么会卡这么久啊 这一次 我想说 可能大事不妙 我想说 我老公再帮我查的时候 就发现说 这个需要我瞌睡 我小短声说 要不我妈该心疼了 需要我瞌睡 然后 我也不会用啊 我这个当时 因为我怕说 我在玩的时候 就是 我们家我妈就收到了 所以说留的是 我妈妈的手机号码 然后 我妈就收到 我就问我妈说 收没收到 这个邮局的信息 我就去看我妈手机 真的有邮局的信息 要我过去补那个税金 然后我就是按照 那个客服电话 打过去问的 你们知道吗 哇塞 要补一百 一百几 咱这么说啊 一百五左右 这样的一个税金 我都没敢跟我妈讲 要不然我妈就念到 我多花钱了什么的 但这个 你不瞌睡 没办法啊 人家不给你放行啊 不知道是不是 回我一体的东西 记得比较多啊 因为那一箱的话 不都是一体的吗 然后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 然后我也是 往我妈妈家寄东西 第一次被瞌睡 然后就是在他们网页上 还有个什么注册费 十块钱 然后就是费用搅一搅 然后就说 我就打电话 我还问 我说那我费用搅完了 我说还需要我操作什么吗 人家说不用了 那个就等到海关那边放行吧 大概三四天就会送到了 别说 还真就送到了 今天送到了 马上给我妈家用起来了 哎呦天哪 我这里里外外这几个屋 都擦完地 这一脑子汗 一动它 不动它正好 一动它一头汗 哎妈咱家那什么 我昨天半夜没睡着觉吗 突然间认读二脉打通了 我想到一件事 你跟我爸那住台证 我咋没给办好完 这次带来的 哎妈呀 忘忘了你说 也没想起来呀 才想起来呀 来不及了 得办一个礼拜呢 我妈翻白眼我 那也只能这样事儿的了 那咋没想起来 你看你来一趟没来的 过两天生哥来 太没想起来 来半套的 生哥过两三天来 得办一个礼拜呢 那礼拜吧 哎妈现在是智商 也赶上我了 对 还想不起来 赶上你了 超越你了 我要五岁我的七十多岁 哎妈差二十年 谁五十多岁呀 你没五十多岁 四十多也快五十了 那他那谁不 谁也没到 生哥也没到 生哥刚踩上五十的边 那也快了 他到现在还没想起来呢 我好歹是昨天晚上想起来 这事儿到现在还没想起来呢 是吧 哎妈 有呗 有呗 那没办法 实际上咱们的智商都不敢踏 不敢踏的 然后看看还有人来没给你带过来 还有人来没啊 咋子老先人来的你家 我问你老公 我说的 你问问你给你妈带来 完了 你说我婆婆呀 对 然后他说的 那个我问问他哪一步 我说你快点 问完了你就去办去 他怎么 不来 他妈害怕坐飞机 不敢坐飞机 你不来 哎呀我的妈呀 我说那一天偶偶飞 我说你怕啥呀 真的 那么多飞机在天上飞 飞机人家说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啊能真真这么说的 就是事故率其实最低的 嗯只不过他是一出事就是个大事吧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那玩危险 但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 真的马路上的汽车天天出事 对不对 对 其实飞机最安全 地铁也比较安全 那地铁啊 嗯也是 所以说是安全之一吗 就是因为他觉得在天上边就觉得说的不着天不着地的 对吧 就觉得危险 我妈邀请我婆婆来了 我婆婆不来 我现在正好那谁 你老公就给他带来了 多好 嗯真的 嗯 多好的机会 那他不来 你都不来 不来 我婆婆不爱出来玩的 嗯 嗯 在家他也不咋说的 他一出去就着急回家 你再往这老公来 啊 又的妈呀 刚着急呢 对 这他要着急回去 快点快点快点 你咋着 你咋着 我没办法 你买往返飞机票 完之后他叽叽叽叽叽叽叽 完之后他还得给他感谢 哈哈哈哈 那没招了 哈哈哈哈 哎呦 婆婆的性格真挺好 嗯 那好了 今天到这吧 大家不要忘了去独打的官网 去领取那500块的购物金哦 喜欢阿旦影片的朋友就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吧 我们明天再聊咯 拜拜